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常见轮回呀 下一次再想遇到这个机会 不是来生 不是后世 恐怕要多见多生之后才会遇到一次 所以那些大声闻 大菩萨对于机缘非常珍惜 他知道这个是很难遇得到的 如果我们不是常常多见 看到这些佛菩萨对于这些机会这样的重视 说老实话 我们也会当面错过 也没有在意 以为这些机会常在 今天同一天来没有关系 还有明天 今年放异一下也没有关系 还有明年 这个思想就错 这个就是自己的业障现前 不仅是业障 母障现前 我们晓得明天还有这个机会 明年还有这个机会 靠不住 靠不住 佛在经上 说出这个四十真相 其目的 是叫我们要珍惜机缘 机缘不容易遇到你 如果在这一身错过 纵然我们这一身做人还很不错 修无解释善 是一个好人 我们常讲存好心 说好话 做好事 你是个好人 来生能得人生 得人生之后 是不是再能闻到佛娃呢 靠不住 这一次不能往生 下一次再要遇到这个机会 就不知道要各多少生 多少世 你不要梦想或来生还能遇到 来生 说实在的话 你能得人生吗 能不能有把握来生还得人生 这是一个很大问题 说实实在在的话 我们这个世间人 佛在经上比喻告诉我们 我们生掉人生 再得人生 那个数量就像指甲上的土一样 不能得人生像大地土 哪个都好 我们今天非常幸运 能够听到如此究竟圆满的话 确实像古人所讲的 无量皆来西游难逢之一日 太可贵了 假如这一生不能够把握住 让他空过了 你想想看 那都可惜 一转世 再遇到就很不容易 相当困难 不修行的人 一转世 躲三我道 以后文法的机缘就少了 修行得很好的人 一转世 想人天佛报去 一想就想糊涂了 遇到佛法也排斥了 现在世间 富贵人不念佛的 那个富贵人 勤生认真修 修得很好的 富想完了又多乱 你才晓得这个机会 是很不容易遇到的 难执能执 难见能见 这是大幸 世间哪一桩事情幸运 没有比这个事情更幸运的 你要说为什么 你遇到佛法 你就有了生死 修三进 往生不退 成佛的机会 你有了这个机会 这个机会多难得 这个机会多么可贵 佛说这个话 又一言在此 我们今天遇到佛法 而且遇到佛说 最真实的佛法 如果我们不信 不解 不认真地去修行 当面错误 那是真正的可信 你不能往生 一生的念佛修行 只是跟西方极乐世界 借了一次善悦 这一生不能借过 主要知道 不借过 麻烦很大 不借过 我们这一生当中 一定是随意流转 强着心迁 就又要去搞六道轮回 这一搞六道轮回 到哪一生 哪一世 再遇到这个法门 很不容易 所以 得人生遇佛法 好难啊 这是佛在经上讲的很多 真正不容易 所以这个机遇 我们想得难得 我们才真正肯 把这个机遇 牢牢地抓住 如果你有这种警觉性 你了解这个四十真相 你会把这次的机会 抓紧的 绝对不放松 我这一生 确定成就 自己一定要想定着 这一生不成就 就没有机会了 机会不是真的没有 后头还有 不晓得到哪一生 哪一劫 你在轮回 散途 不晓得受多少苦难 这是四十真相 灵光大使 教我们 常常把死刺 贴在恶头上 作为警惕 我在这个世间存活 就这一天 我就要死了 还有什么好想的 只想阿弥陀佛 这叫真念佛 我还有明天 我还有明明 这个念佛是假念佛 为什么 你的生死心不切 你念佛没有感应 如果想到 我明天就要死了 我的时间 只有这几个小时 分分秒秒 都会把他保住 不再有其他的念头 加进来 这个人叫真念佛 这个方法好啊 这个地方